今天的视频应该是关于怎么赚钱的 赚钱这个事呢 其实它自己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是很复杂 它是有自己必然的规律的 里面也有必然要关注的细节 当你把所有要赚钱的规律和细节都把握住了 那对于这个市面上 符合你和你身边条件和资源 能够让你赚钱的方式 几乎你们在座的每个人 都能找得到 这个是我相信的 但是大部分人呢 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逻辑 和逻辑中每一个细节 特别是里面每一个小的这种细节中 涉及到名词的这种定义和它的作用 这些东西不了解 老是搭而化之拍脑袋定 其实真正的钱是挣不到的 赚钱呢 在我的概念中就是赚取货币 货币以及最多算是赚取一切能够随时变现的流动性很强的这种资产 这叫做赚钱 对 所以强调一下啊 一定是能够随时变现的流动性很强的资产 你买了债券国债马上能在交易市场中卖掉 这就叫流动性很强的资产 而且变现后的控制权要在自己手里才能说赚到钱了 所以很多人说股票 股票跟我讲什么 讲票面价值 票面价值 那你票面价值是不是真正能够变成现金 现金以后是不是能回到手里 不炒了 不炒股了 都不一定 所以呢就在股市上有跟在赌场里特别流行的话 叫先赢的是纸 不是钱 拿到手里的现金才能叫赚到钱了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资产 绝大部分资产都是很难直接变成现金的 所以实际上这些资产的价值不太大 可能它的价值很高 评估机构也好啊 名人也好很高 但是因为它不能够变成现金 或者很难变成现金 那就是我们拿不到通过这些资产 拿不到大家嘴里面经常说的现钱货币 这些资产在我眼里实际上都是缺乏真实价值 这也是今天我在赚钱的过程中 首先跟大家强调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实际上我们赚钱赚取货币 和你所谓拥有资产 这是决人的差异 我们在平时说的词叫财富 你是不是富豪 你有没有财富 是把货币跟资产这两个概念 通通放到一起来聊的 但是实际上货币跟资产这两者 是在我眼里有本质的差异的 货币的价值是可以直接从交易过程中体现的 它是能拿到哪去买东西 变换任何东西都可以了 而资产这个东西所谓的价值 大部分都是评估出来的 我原来在中国国内有门课程 课程的名字特别薄眼球 叫做一年赚取百亿财富 我可以保证所有上课的学习的学员 所有人只要掏一百万 一年都可以赚取上亿的财富 如果赚不到全额退款 大家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过瘾 其实这个课程的名称是最典型的偷梁换柱的概念 偷换概念 我在讲这个课的宣讲课 一年赚取百亿的宣讲课里 就直接跟大家揭秘了偷换概念 因为你赚取上亿的现金 拿一百万赚一个亿一百倍 那一定是一个长期且消耗心力的事情 但如果仅仅是赚取上亿的财富 那赚取上亿资产也可以算是赚取上亿财富 就是分分钟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 一百万拿完了第二天几乎就可以达成上亿了 因为全世界有一种机构 哪都有叫资产评估机构 而且这个评估机构评估出来的资产 只要是评估机构有牌照的 评估出来的资产价值 那在全世界所有的财富的市场中 大家都是认可的 这些机构对于资产的评估方式 有很多种的重制法 也就是成本法 市场法 现金流折现法等等 那么不开玩笑 真实情况 你花一万块钱买一个专利 只要你能够掏得起千分之五左右的评估费 最低的可以到千分之一左右 评估费 那你到评估机构 想凭多少钱 评估机构都可以帮你评出来 还可以给你出证书 那你有意思了 你一万块钱做一个专利 你说我想把这个专利评估成一百万 一千万可不可以 没问题 分分钟就能给你评估出来 它挣的是你评估费 那你拿到这个专利的评估价值 在很多市场的场面中 都会认可它的财富价值 唯一区别就是 你变不了现金 变不成现金 那你说我拿这个评估值 作为我的股本金入股 能不能真正在公司中体现 我有一千万股本金入股 没问题 绝对可以体现 你有一千万的股本金入股 但是你想把这个公司 就靠这个无形资产 这个评估值的专利 卖出一千万 那肯定卖不掉 无形资产 固定资产 金融属性资产等等 都可以有巨大的评估空间 真实的案例 2015年 有一个叫李和军的同学 他的汉能集团旗下 有一家光伏上市公司 叫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有限公司 在香港主板上市 股票代码00566 在总市值有一天 一举就突破了3000亿元 那李和军呢 拥有这家公司 50%以上的股权 所以李和军也因此 以1653亿元的身价 击败了马云 成为了中国的首富 当然这次首富 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那怎么做到呢 很简单 那港股上市公司 跟美国一样 跟很多国家一样 是没有涨停板 跟跌停板的 也就是说 一元钱一股的股票 一天是可以涨到 一万块钱一股的 也可以跌成一分钱一股 由于李和军的上市公司 没有成交量 所以呢 当天如果股价是 一块钱一股 有人在临近收市 最后的时候 收市的时候 买单进去 用一百块钱一股 买一百股 那么也有人正好 一百块钱一股 卖一百股 双方成交 这时候才成本多少 一万块钱 但是这一万块钱 这叫杠杆 金融里面这个词就叫杠杆 这一万块钱 就把这家上市公司的股价 从一块钱一股 推到了一百块钱一股 那么当天 这家上市公司收市的股价 就涨了一百倍 那么这家公司的总市值 就提升了一百倍 目前全世界 个人财富的统计标准中 市值是用来衡量个人财富 包括机构财富的重要指标 这样子就花一万块钱 迅速把公司提升一百倍市值的 李和军 就因此就成了亚洲的首富了 当然了 它这个股价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这是香港的股市 连续竞价撮合交易系统 所以第二天就会有大量的卖盘出现 像高价一百块钱 昨天成交了 原来一块钱啊 那我九十九卖行不行 九十八九十七九十六 可实际上没人接盘 就可能一直下跌 由于没有跌停满 当天可能跌回到 昨天的一块钱 甚至比一块钱还跌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第二天 李和军这个首富就没了 但是李和军的名片上 就会出现一个名头 叫前中国首富 甚至前亚洲首富 这实际上属于事件 营销的一种方式 并不代表这个人真有钱了 但如果这么做的是 在中国的新三版 由于新三版不是连续竞价撮合交易 它是什么 它是协议交割的方式 所以在第一天 有人协议一百块钱一股 买了一百股 一万块钱打了股价 那公司的市值也会算 可以后由于没有再能够达成协议交割 这个一百块钱一股的市值 是会一直保留在这家挂牌公司 新三版挂牌企业的名头上 那这家新三版挂牌企业的 这个市值也会特别特别的大 就类似于像红领创投等等这些东西 也会特别大的市值 可实际上其没有价值 只是这种财富呢 实际上是变不了现金 所以李和军也没有因此变得有钱 反倒是在去年的年底 因为巨额的负债 因为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 被中共的有关机构给质押了 给压起来了 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 我们所说的赚钱 我给大家讲的赚钱 就是赚流动资金货币 最少也是那种赚取容易 很容易变现 而且不会快速贬值的资产 否则的话呢 就不叫赚钱了 这财富的概念里面 资产的价值太容易作假了 不叫赚钱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我在自己原来金融的实践操作中 一般对于资金跟资产的价格 最高的比值也只有十倍 就最高到十倍 底线是没有底线的 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有任何人跟我说 他有一千万的资产 只要这个资产不是现金 我大致看一下这个资产的类型 脑子中最多只能把这一千万资产 当作一百万现金看待 那么最少呢 可能认为这一千万资产是一文不值的 对 这个是真实的概念 所以中国国内很多人呢 还梦想着通过做不良资产重置去发财 网上现在还有相关的信息 号称自己用十万块钱 就拿到了一个十个亿的不良资产包 这十个亿全是负债 把这十个亿负债中任何一笔债追回来 都比十万元多得多 在我的概念中 只要拿到这个十亿不良资产包的不是债务方的内部人员 那是要外面的人 基本上你花掉这十亿就等于是白往水里扔的十亿 火烧的十亿 买的这不是火烧的十万块 水里扔的十万块 你买十个亿不是十个亿不良资产包 就是一堆废纸 你实际上是做了最蠢的最傻的那个接盘侠 因为十亿的债务就是十亿的资产 你要真的能把十亿要回来 有人能要回来 谁会有病 才十万块钱就卖给你 那是因为这十亿的债务 这十亿资产真的是拿不回来了 才会出售卖给你 才会找一个接盘侠拿走 记住了金融圈子里 我永远说的话 金融圈子里不可能出现天上掉馅饼 只要你梦想了天上能掉馅饼 最终发现了掉下来的全是铁饼 这个话我说了20年 今天还是这个话 所以呢我再说我的课程里面的赚钱 就是指获取流动性货币的这种方式的赚钱 货币这种东西出现呢 主要是为了进行等值交换 等价交换 也就是我把钱给你 你把东西给我 今天咱们不聊学术概念 不跟大家讲什么货币 纸币的区别啊 什么硬币的区别 没有意义 我说的货币 就是大家现在天天通用的 中国国内就是人民币 美国就是美元 英国就是英镑 就是这个实用 有了货币 你手里有了货币 你作为甲方 你用货币去购买乙方的东西 你认为与你货币价值等值的东西 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产品 服务 技术 模式 标准 股票 债券 期货 资源 思想 渠道 指标 平安 舒适 自由 思想 权利 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你手里的货币去购买 对 只要你觉得合适就OK 所以货币呢 实际上在商业活动 在金融活动中 甚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万能的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嘛 开玩笑 叫今年不是万能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 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万能的 而出售上述产品的这些乙方 把东西给甲方 要从甲方手里获取货币 这种双方之间进行交易 用货币交易的形式 大家天天都能看得到 大家自己能够想想 比如什么打个车呀 对吧 网购个产品呀 订个外卖呀 买卖个股票啊 行贿受贿呀 等等 都是 但是在这种所谓的货币交易的过程中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逻辑的 这些逻辑会导致你在赚钱的过程中 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在我个人认为呢 货币交易的过程中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最厉害的表现形式就是强迫交易 或者叫强制交易 比如说你现在在中国国内 你会被中国政府强制性的征税 或者因为各种理由被强制性的罚款 或者你是公务员 被强制性的政府用你的名头去贷款 或者在中国由于政府土地拍卖价格上涨 国有企业按上涨价格去买地 然后把地盖下的房子卖给你 或者因为油价国际降了 但中国不降 强制上涨 这个时候表面上你做的是普通的交易 你花钱纳了税 换取了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对你的服务 有警察保证你的安全啊 上街能够有宽松的马路啊 等等都是花钱 纳税人拿的税 或者你花钱购买了汽油 让你的汽油车能跑起来 但实际上为什么叫强迫交易 这种交易是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的 你不做你不纳税就罚款抓起来 你不买高价汽油你的车就浪费掉了 这时候的交易权跟定价权都不在花钱的这个人手里 这叫强制交易 如果你自己做的商业能够构建出这样的强制交易的赚钱方式 你就是最厉害的 就像前几年柬埔寨刚开放的时候就有中国老板去跟洪森政府洽谈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大量的中国人杀进去 所以他就恰谈干嘛 他不是去盖房子 他要花200万美元购买了所有蔚来在柬埔寨新建房地产项目的独家的消防安全验收权 200万美元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新房子 洪森政府刚开放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预期 200万美元 觉得很满意 那概念就是 你不管是谁 盖了的房子 只有这家公司验收过了 才能开始正式去卖 那大家能够想象 在随后柬埔寨快速火爆起来的日子里 不管是西港啊金边啊火爆日子里 那么多房子都在盖都在卖 这家强制交易的公司到底赚了多少钱 肯定不是表面上赚的那点检查费用 对吧 因为他不说你能卖 也就卖不了 当然由于柬埔寨本身的这个特色法律不健全 后来洪森政府实言找借口收回了这个独家验收权 但这家公司也没少赚钱 最起码分倍以上的收入肯定是回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这种强制交易的机会就特别棒 海外的很多华人都是利用这种强制交易的机会赚钱的 比如说咱们都知道 目前英国最火的华人连锁大药房叫某某大药房 王什么什么大药房 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这个呢 在两年前 仅仅两年前 2020年还是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 名不见经传的一家特别普通的药房 但是因为出现了疫情 那这家药房呢就花重金搞定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这样就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表通知 只有这家教房做的核酸检测证明 才能作为任何在英国的中国人准备坐飞机 回中国的核酸证明的这个资料 其他都不行 那大家都知道了英国有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 而且你就是做了一次 你买票如果过期了还得再做 而且呢核酸检测的相关费用还是个药房自行确认 最后就依靠收核酸检测 这一项 这家大药房一年期间就迅速崛起为全英国规模最大的华人大药房 这就是强制性交易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小老师你跟我讲这个强制交易距离生活很远 不是 大家一定要在生活过程中细心的去观察利用每次机会 在货币交易过程中 强制性交易算最厉害最暴力的赚钱方式 只要您能够形成 那就了不得了 除了强制交易 还有那种类似的 往下低层的 非强制的垄断交易 或者特许经营的牌照性交易 特许的牌照交易 就像中国的银行跟西方的银行都属于这一类 中国的银行属于非强制性的垄断性交易 你所有存款只能在银行 贷款也只能在银行 而西方的银行就是特许牌照交易 不持牌 不能做银行相关的交易 这两种也是有强大权力背景 你要干这个事 也只能跟指定的机构进行交易 所以这都算作部分强制交易 虽然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 存款贷款不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 但是只要你涉及到存款贷款的事 就只能去找 在中国找垄断性交易的银行 在西方找有牌照的银行来做这个事 那当然这种强制性交易 部分强制交易以外的呢 我们正常交易过程中了 还具体分了实体业务的交易 跟虚拟业务的交易 一般把实体业务的交易 我们大家习惯叫商业活动 虚拟业务的交易呢 叫金融活动 实体业务交易中 想赚钱 你就要让购买你的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模式 标准资源 指标 舒适 自由 安全 自尊 时尚 等各种需求的客户怎么样 快乐和幸福 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什么 能够满足客户的痛点 那你就需要了解你的客户痛点 了解具有相同痛点的客户群体在哪 只要你能够满足客户痛点 解决了客户痛点 客户自然就快乐和幸福 客户感觉到快乐幸福 自然就会花钱购买你相关的东西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痛点和里面的逻辑 我以后在视频里再详细跟大家说 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什么 就是大家以为客户的痛点是痛点 可实际上并不是客户真正的痛点 举个例 最近有一款很火的产品在网上卖 就是有人做一套远程接吻的产品 一个硅胶的东西 套在手机上 用硅胶的设备做传感器 这样的亲这个硅胶的设备套在手机上 对方也亲 传感器把感觉传给手机 手机把感觉传过来 再通过传感器模拟什么 线上交易的信号 让这个硅胶的人嘴跟真实人嘴接吻 人就跟这个硅胶设备接吻 就好像跟远端的自己的人 爱的人新闻是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 能够满足不在一起的恋人的接吻的需求 还可以把我自己的吻的传感器的感觉传到网上 别人也能够去亲 其实这是一个挺标准的挺大的误区 就和硅胶接吻与真人接吻能是一种感觉吗 真的会满足痛点吗 硅胶材料怎么做 能跟真实的舌头牙齿里面那种接吻 和接吻过程中半岁而来的满足感相同吗 而且硅胶中端还要经常的清洁 否则里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一个需要不断的靠清洁啊 靠维护适合着的产品 每天呢也只能拿出来最多用个一两次 关键的呢还跟真人亲吻时候 所有能体会到真人的呼吸 味道 手部触摸的感觉等等 都感受不到的玩意儿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真正解决 人类之间远程亲吻 做不到的这个难题的 其实这款产品在正式规划生产之前 找100个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人 大家都试用一下 然后问问大家的感觉 会使用多久 会经常用吗等等 就知道这款产品的命运了 会有人买了用一下扔在哪 好奇扔在哪 但是当大家评价都不好 买了就扔在哪的时候 这款产品的命运就到头了 所以呢 开始这款产品刚出现的是 第一笔产品在市场上卖的好 是因为推广做的好 新奇 很多人上来就因为新奇劲 体验了一把快乐幸福 跟自己媳妇来了一下 虽然比真实亲媳妇差远了 然后呢 然后就扔抽屉里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知道痛点 你找不到真正的 可持续的真实的痛点 那赚钱就是个瞎话 所以在实体的经济中 想赚钱 好好认真 想痛点 至于虚拟交易的这个业务中 想挣钱就得让客户 永远生活在你设定的贪婪跟恐惧中 这个就是金融领域中 所有赚钱的产品和活动 都和贪婪恐惧挂钩的原因 那展老师在虚拟业务中 在金融业务中 不让客户感受贪婪恐惧 就不能赚钱吗 对 您说的特别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所有干金融的都是坏蛋的原因 想让你的东西在金融产品中 靠钱生钱 就一定能带领客户 勾引客户的贪婪和恐惧 比如说期货交易中 杠坎加的越高的产品 讲故事100块钱 三天可以挣一个亿 绝对可能啊 那就一定是让客户去容易挣钱 贪婪就全来了 当然了 实际上赔光也是全可能的 有人说 张老师100块钱怎么能挣一个亿 那不简单的很 100块钱你给他加1万块钱杠杆 1万倍杠杆 那100块钱入市就能当100万使 当天翻了100% 100万就变200万 还掉100万手里多个100万 明天拿这100万 加个100倍杠杆就一个亿 那当天一个亿再挣一个亿百分之百 那不就靠 两天时间就靠 100块钱挣了一个亿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稍微动一动 你一点点你的钱就没了 但是逻辑上是存在的 股票中也是一样啊 分分钟上百倍利润 或者分分钟清零的产品 像全正 也就是涡轮 也是大家最喜欢最愿意玩的一种产品啊 所以呢 如何引导所有的客户贪婪恐惧 同时避免自己贪婪恐惧 这就是在虚拟体系中赚钱的最重的条件 里面的细节我以后也会想 但是不管哪种教育 对于真想赚钱的朋友来讲 赚钱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 一定记住了啊 一个叫静心跟理性 一个叫知识和技能 千万别忘了 当你不能静心跟理性 你的快乐幸福 你的贪婪恐惧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你不能够有知识跟技能 那你就很难把特别棒的赚钱的思维 落到真实的知行合意的赚钱行为中 所以呢 古代人为什么叫书中自有 言如语 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真实的赚钱实践中 你就能够体会到啊 这个静心理性知识技能的作用了 希望大家对我讲的东西 一定认真有时间的看 开个玩笑 书读千遍 千遍不至于 几遍还是能看 对吧 对吧 好朋友们 今天呢 给大家留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 看看你自己的财富里面 有多少是现金 多少是流动性强的资产 多少是难于流动的资产 你觉得资产评估这种概念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 解答思维的问题 或者帮助吗 第二个 你自己是否被强制教育过 你身边都有哪些强制交易的行为 你能不能构想 如果你要做什么事 可不可以建立某种强制交易的模式 第三个 你在生活中都有哪一些痛点 是希望有人帮助你解决的 解决这些痛点 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收入 什么方面都可以 只要是痛点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骗偷都可以 咱们反正都可以放开的了 自由嘛 那么有很多东西可能都能给大家启迪性的作用 好吧 今天咱们第一天开篇课就讲这么多东西 大家对于我讲的还有什么想法 或有什么建议都可以给我邮件 或者直接在软件上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好好进步 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都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未来 谢谢大家